十字路口轎车闯红灯狂飙 路口逆向先撞一辆汽车 接着直接冲向机车停等区 撞倒六台机车 如同打保龄球 六名骑士倒立擦伤 肇事轎车加速逃逸往屏東方向 在这边要停红灯 然后有一台车子从那边逆向 抓一台车然后逆向 从那边冲过来 有闪一下 不然我就正正面了 现场被撞的东倒西歪 受害骑士超傻眼 这起警匪追逐发生在高雄无价 由于驾驶边开车边抽烟 远景示意难停 停一下 白色轿车右转后加速狂飙 路口闯红灯逆向 一口气撞七辆汽车逃逸 还在追捕中 但据拦查危险驾驶等违规样样来 最高可卡罚七万三千两百元 先进驱同样发生 兄弟车红灯右转拒绝拦查 远景后方一路尾随 但驾驶疑似路况不熟 右转失控撞上路感停驾 远景立刻拔枪鹤令下车 请求支援 下车 下车 接着拿出警棍敲破 车窗把驾驶拖下来 双手抱头 双手抱头 哭哭哭哭 扭你了 扭你了 你扭多少 爆冲瞬间撞歪路感 驾驶头跟脚擦伤 酒侧结果超标 原来他从台北来出差 在饭店喝完酒 还开车出门买宵夜 心虚拒绝拦查 拒绝警方机察逃逸 并就红灯右转 最高可处罚新台币 三万三千六百元罚还 酒驾加上各种违规 一口气罚了十多万元 违规开车跑给警察追 却失控连撞七台汽机车 光是维修费用也要十几二十万元 代价太惨烈 记得三集王书宏高雄报道